接下來來看看新的準總統賴清德 在520要來新就任總統 但是過去整個看守內閣是要被換掉的 但是這一回因為是民進黨繼續執政 大家就很關注了 那到底哪些人要被換掉 哪些人會是新手 來看看全新話題 現在傳出賴清德為了希望 接下來能夠當一個全民總統 因此對新內閣被徵詢的人 要求下了封口令 先萬不要透露相關的人選未來可能會追究責任 而現在來看看要幫他拆解接下來執政的壓力的 很可能被點名的內外部因素考量 接下來國防部跟述發部長都可能被換掉嗎 主要呢現在被點名的邱國正 因為過去呢他是屬於陸軍背景 這樣的大陸軍作戰時代對於台灣呢 已經不符合現在的狀況 因此現在過去有海軍背景的兩個人被點名 包括了錢三盟總統長李喜銘 以及幫助我們的海坤浩 重要的黃曙光都可能是接任人選 而另外術發部的部分呢 就是台灣最受不了的詐騙 怎麼現在呢給你的200億的預算都沒有改變 唐鳳也可能下台 而另外來關注呢 一度傳出勞動部長許明春 有意要去挑戰兩年後的高雄市長 但是很可能根本沒被呢 列入可能的名單 未來可能留任 而經濟部長王美花傳出了異動 再接下來呢漲電價會不會變成工房有一些壓力 未來可能被點名轉戰政委 而接下來再來看看現在民怨很高的 包括交通大執法 這個到底要不要拒絕到中國旅遊 以及祭典的部分引爆民怨 接下來可能被換掉 而最後一位被點名的是 常常呢對著這個政府幫忙護航 在疫情跟疫苗相關的 衛福部次長這個王必勝 未來也可能變成桃園醫院的院長 但是雖然沒有了官 可能薪資漲三倍 MING PAO CANADA